无论做宇航员还是家庭主妇都是你的自由,都是为了抵达期待的人生而开拓。 预言姐,强两天看了蜜蒙的推送,标题一如既往的偏激,那个产后抑郁的妈妈,现在月薪三万家,这篇一看就是蜜蒙手下团队,钻出来的痛点套路,文章是这样写的。 一位陈职妈妈买件三百块的衣服,都会被老公骂乱花钱,对老公来说,她是个指挥做家务,带孩子一起找自己要钱的人。 一位陈职妈妈在朋友圈不管发什么,除了家人之外,没人主动跟她互动了,她给以前关系很好的朋友或同事留言,都没人给她回复。 一位陈职妈妈,被老公抱怨做得不够好,被婆婆嫌弃是吃闲饭的,来绿嫁了,腰疼背疼肚子疼,家人不仅不关心,还说风凉话,就,不是说生过孩子之后,就没有痛心这回事了吗? 搜罗了一堆负面力症后,密码老师得出结论,带孩子跟工作不一样,不是你努力就会有回报的。 男娃的预言解说,她无解逃跳动痛点,是非不分必重就轻,先不说中瓜的瓜,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不会白费,老公人品不正,冷酷计较,朋友,颜姐势力,带高踩低,婆婆低质用俗,就管过界。 这些缘分是她人的问题,为什么要归咎到祖父孩子妈妈的头上,如果一位女性只有得达到月薪三万后,才配有人生在世的底气,才能赢得她人的尊重,才算是有自我,有价值。 那么,有问题的是家庭和社会,这带是多特么是理念的社会和家庭呢,而不是全职妈妈们的错。 上个月,密码老师在中央统战部网络的人士理论研讨班上说,要用十万家的方法论,去讲述好中国故事,去激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话重点,十万家的方法论,对于全职妈妈的艰难处境,密码团队是这样建议的。 有个妈妈,每天晚上吃点配娃睡着,连城四点准时起床工作,一年之内收入就翻倍了,成了很厉害的新媒体运营负责人。 有个妈妈,孩子两岁的时候,开始准备自保考试,把书资了,一张张帖在墙上,在娃的时候都在背书。 后来他真的考过了,已经成为律师了,律研解说,一边入度抑郁,一边带娃考证,不是忍辱负重,就是强势碾压,这样的独立标杆太高,这样的逆袭我做不到,这哪里是什么正能量? 分明是翻身龙奴做主人的故事,一个正常家庭的伦理关系,不是建立在赚钱多广尚的,一个健康社会的价值指标,是尊重不同的人生取向。 这这独立,成长,这能量的大旗,刻意离开所处环境不谈,一位强调女性自我加压,鸡血教主密猛,实则跟他瞧不起的只女儿。 Y1是一羞之河,Y1和蜜蒙教主放在一起,就是比的是谁的鸡汤更难喝一点。 在中国,家庭主妇一直被惯离懒多,脱节,低萌,勇求,靠人养,他们的付出不被认可,他们的身份遭遇歧视,蜜蒙非但不去推动社会认知的提升,批判缺乏男性家长参与的丧偶失与二,而是他上一只脚,要求女性单向努力。 更是在文章末她说她的咪摸叫你跃入五万毛课,从夫妻那些事到离婚律师到我的前半生。 中国影视剧中的全职妈妈,被塑造为贵妻老公,空虚造作,无脑响了,充满了对主妇的贬低和歧视。 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律师界第一,可喜吗? 前不久,有一天刷屏带就能量满满的文章,大数据下的中国女人,充气的绝不止半边天。 看完后,预言解倒是觉得有些心酸,文中提到,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,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70%,一起绝成。 批运全球,超过法国50%,美国58%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为60%,25到54岁之间的中国青壮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90%,超过丹麦,瑞士的87%, 德国,加拿大的85%,美国,日本的80%,同样居于世界第一。 文章骄傲地写道,中国女人是全世界最勤奋的,真正称起中国经济大半边天的。 其实不是中国男人,是那些25到54岁之间,身兼老婆年妻,妈妈,媳妇儿媳妇女儿三重身份还要出去工作,和这个世界厮杀的中国女人们。 然而,平权精神区域成熟的西方国家都没达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,中国这种工业化还没多久的国家导板超冷,这个现象是完全积极意义的吗?能说明中国的女性崛起吗? 对于这个问题,就呼高小答案认为,第一,由于劳动力廉价,许多中国女性是为了生存而被迫做着没有尊严和保障的工作,大量的女性徘徊于低薪群体,绝不代表什么值得自豪的优势。 而在发达国家,女性有选择外出工作,或者全职妈妈的能力。 第二,只看劳动参与率是片面的,事实上,中国在高薪行业男女比例,城乡男女工资横比,企业高管男女比例上都低于发达国家水平,城市女性先求是男性的三分之二,农村地区更是降到了刚刚破版,同工同球远未实现。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6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,中国排名为第九十九位。 第三,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破联的数据,中国女性在接受教育、应聘工作、智慧福利等诸多方面,依然面临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性别歧视。 但是,在男女收入差距中,有86%的部分来自于无法解释的因素,也就是性别歧视。 由此可见,中国的社会环境对于女性来说,还谈不上友好和公平。 第一,一方面,我们曾经一度极端地抹杀了女性的性别特征,把女人当男言有,导致社会普遍认为嫌在家里的全职妈妈是令人不安的,是不务正业的,甚至是还是不道德的。 另一方面,极其难改的传统思想,又认为相互叫此,协调家庭是女性的本分和职责。 结果就是,中国女性在承担生育重任的同时,还要搞出马规,摸爬广达。 她们对社会和家庭,做出了与西方妇女同等的贡献,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和尊重。 要知道加拿大的产家,可是长达一年啊,一年前在商量了时,都是这个待遇。 必谈推动法律与民俗,对于性别平权认知,或像而而万里一样以存在及合理为由。 鼓动女性利用现实规则,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,或像咪们一样反复鼓吹女性用钱说话,以实现强势碾压。 这些犬儒行为是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女性的群体性焦虑,在价值观复杂,多元的东西女子图片中,并所有不同取向的女性,都同意了一句话。 巴士林的女老板在面试时说的,1985年实行了男女同工同筹罚,不知道这不法律的人,我一概不会录用。 全职妈妈的困境,不能只靠女性自己加压在加拿大居住时,预言前有不少全职妈妈邻居,眼看人家夏天扎帐篷,冬天点篝火,妈妈在厨房里烤饼干,爸爸在院子里搭书屋,万圣节,圣诞节的装饰,总是不觉得别出心惨, 日子过得热热闹闹,有滋有味,我十分羡慕,这些女性大多在孩子上小学后才回归职场,她们的决定普遍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和理解,由于性别的差异,男女平等指向的是动态上的平等,而定非女性必须要做跟男性一样的事,和男性做同样的职业和同等强度的职业。 回国创业后,我发现与枫叶国的宽容与尊重相比,中国的女性们处境十分艰难,第一次看到应聘简历中的三年内没有生育计划,我很是吃惊,虽然作为女性平台的预言不值,从没提出过这种无理要求,但应聘者显然默认这是一条行规。 我们说中国是最注重家庭的国家,但是实际上,我们对父女的不尊重,又体现在方方面面,时常有女友向我吐槽,老公,以止气使,亲友说三到四,父母痛心疾首,非但没有人感谢你的付出,只要而发生任何问题,还都是你的错。 郁言姐认为,随着多胎政策的开放,假之观走向多元,大城市的小家庭不便单待共处,致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出现,希望女性求职时,不会被一再问及婚约情况,希望女性不会怀孕而被变相辞退,希望女性的生育的代价是由社会来分担的,而不是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风险和责任。 此外,郁言姐想对读此文的全职妈妈们说,不要惶恐焦虑,患得患失,待孩子是担心职业生涯中断,想找工作室又担心孩子没人管。 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,一定要让老公学会承担爸爸的职责。 不要担心女生会脱节,网络时代,想脱节也不是金融体的事,除非你自愿消耗掉个人意志。 第三次工业革命芳心为爱,第四次工业革命,引然到来,日新月异,时不或在,是我们这个时代中,每一个人都将面对的终身客体。 不是全职妈妈独有的焦虑,你就当是拿出人生中的,三、四年来做Gabby,别人的Gabby是旅游,你的Gabby是养娃,同样是获得的前所为有的新经验,不是也挺好的。 最后,一年前希望有一天,中国的女性们可以不再背负各种小孩的标签,在面对事业和家庭时,可以自由选择,而非进退两难。 我希望我们可以坦然的对女儿说,无论做宇航员还是家庭主妇都是你的自由,都是为了抵达期待的人生而开拓。 如果,这一切,不是仅仅要求女性自我独立,自我加压,自我慰藉就可以达成的,需要全社会对于两性,亲自,平等,尊重的认知的提高,以及男性爸爸,雇主,合作伙伴的支持与参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